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有些是你会寥寥分明嘛 你会一下子 本能的时候关门的谁 楼顶上拖凳子的谁 或者有的你也搞不清楚是啥 你也就不要想 不要你也要搞清楚 不是说寥寥分明 你坐在这儿 你声音是声音嘛 不是刚开始你会本能的分别嘛 有人一动你说 哇好像是拖凳子的 好像是顶上的还是下边 就本能分别了 你声音就在你这儿嘛 你一落座就在你座位旁边嘛 外在全是声音 其实刚开始你是分不清你跟声音的 只是我们大家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是声音第一是本能分别 第二呢很嘈杂 各种各样声音 因为你也不知道 有的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比如墙啪的一声 或者空桥啊 或者是水管啊 你没凝结 等等各种 你看这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滋滋啊 是什么水 但声音就在这儿 有的能本能的反应 有的本能的反应不过来 但是呢你也不要就是 平时我们普通人是反应不过来 也去找一下 哪想的哪想的 现在就不要哪想了 你就不会跟着声音跑嘛 本能反应的就反应了 就不要管他 你就坐在这儿静静的 然后慢慢你就很清晰 你跟声音分开 你会坐在这儿 然后声音就在你旁边 想起来 就各种声音 各种声音 但是你是你声音 是声音 两个互不干扰 声音想声音的 你在这儿 那是你 你现在开始从声音里隔离出来 就很静 随着你静 你静一静一静 你不管声音都在这儿 你静下来到一定时候 你静到 然后呢 呼吸也越来细容 你就是一直静 但是 把注意力放在声音上 放在身边的这些 外物的声音上 还是放在声音上 你到静到一定时候 你突然发现声音是 从这儿生起 从你的心里边生起 就从你的身体上生起来 你就分不清里外了 知道 更成同源 就开始同源 因为声音是 是深层嘛 是六层嘛 你这是闻啊 闻听是耳根嘛 但是你现在你说 你绝照到声音 绝照到声音在你旁边 其实 你没有耳朵 耳朵跟心的分别 是同时在的嘛 人家也听不到声音 是吧 但是你不是说 一定要盯住你的耳根 盯住你这个耳朵里边 也不是这样 因为就像你现在听我说话 你也不是 你只是关注我的说话 闻听只是关注 关注声音 把意念放在声音上 就OK了 就这样继续下去 更成就会脱落 你就这样是修吧 先先地步这样修 把意念放在声音上 就是把意念 关注声音 就是闻听嘛 初入闻中嘛 初开始听声音 因为你走的意念有个落处嘛 因为意念 这就要我们关呼吸 把意念落在呼吸上 你关念头 关心的 落在心念的启动呢 那属服念佛号啊 或者关呼吸 都是把意念落在 就是你现在关注什么 就像他说关注工作 他就落在工作上 我关注转不转气 我就落在这个声音上 你现在不过是就是 把他们那种关注声音 跟工作的事 落到了声音上而已 就外层的声音上而已 一样的 就是放在那儿了 注意力放在那儿了 就如此而已 这就是初入闻中 初开始又声音开始修行了 比如说我在 我在听这些声音 坐在这儿声音的时候 会想到 真是多长时间吗 那就是你平时的指令 指令定力不够 就是 就是被杂念拖走了 这个时候拉回来 拉回来 再放在声音上 如果你开始指令定力 已经蛮好的话 就说声音就不会拖走了 但是你一般 一般大家是第一次被拖走了 杂念拖走了 还有一个绝授 被绝授会切 就是坐一会儿腿疼了 谁说痒痒了 然后野猪子不舒服了 耳朵痒了 就是各种 这都是打扰你的东西 因为你坐在这儿嘴巴不吃了嘛 你嘴巴这个肯定微觉 打扰不到你了 鼻子一般你坐的 比较清净的地方 香臭味也没那么重 也打扰不到你 身体没人碰撞你嘛 所以打扰你也比较少 就是离合啊这种 没人打你也没人摸你啊什么的 就是野猪子你也不看了 因为也打扰你的比较少 打扰你的就是身体内在的觉受 疼啊麻痒啊 还有你的杂念 就这两个东西 杂念就是你习惯了乱想 嗯 它慢慢停下来 倒不是说你真的呢 绝对的停下来 除非你死了 是吧 但是呢 你现在只是说不拍眼 就是暂时的消 对于你的骚乱来 静下来 嗯 就可以了 但我最终我比如说不做了 因为我觉得这么做着不舒服了 我就觉得要是动来动去的 可能也 你没功夫嘛 你没功夫 所以就停下来 是的 那怎么才能继续呢 比如说那个 刚才说一小时应该 过四十分钟 不要有时间观念 不 就像我要有时间 就是说 他就习惯就是你有时间 假如我今天去闭关了 我去打坐了 我是不会计较时间的 我做到啥算啥 但是呢 因为你常是经常做 经常把它养成个习惯了 就像帅孩子系列 这个静坐已经 真的不是个事了 就是说 你不会说是 我要静坐 起这个念头 做完活成就做的 就像休息了 做啥也是在坐垫上 那个坐垫已经很简单了 那种就是 坐垫的生活了 就是 那个时候上座 可能坐很久 就像你晚上睡觉 你不会说我准备睡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除非你有事 是吧 你如果今天已经没事了 你肯定是睡到自然心 是吧 大时候醒了 大时候帅 那一般 你现在功夫不够 最说是 你弹着腿坐在那 不是腿疼 就是乱想 或者心烦气躁的 那就是你 不如睡觉的功夫 你要睡觉直接就睡过去 睡到七八个小时 睡到七八个小时 那打坐 打坐就不行嘛 是要坚持 就是最后的三分钟吗 还是说我不想 每天多做几分钟就坚持好了 每天练 每天多做 就是最后还有忍耐 对对是的 每天忍到几乎可忍的时候 再忍五秒就好 明天就变成六秒 后天变成七秒 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不管是腿疼还是 都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不愿意忍 是觉得他 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 没啥他就 佛学里 他不断地又告诉你要 出离心啊 发菩提心啊 这种 其实这个发心 你如果成佛有什么 就是说 他要这样 他就会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的时候 进驻啊 修禅力很重要 他就会忍下 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会 切而不舍地去做 反复重复地去做的 而且你忍耐什么 这些很正常 当你坐在坐垫上 你说说 腿疼坐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放 有时候很容易放弃知道 嗯 修行这件事很容易就放弃啊 而且遇到生活里边 其他事情你也就放弃 觉得其他事很重要 你不会想办法的 让他做下去 你想想 洪庆里边的很多事 如果做不成 我们会想各种办法让他做成 他们工作弄不成 他的生意做不成 他会想这一切办法去搞定 是吧 想很多办法去做成 除非他没有办法 是吧 他 你不会想各种法门 让自己坐下来 是不是 你不会 对 做不了就起坐吧 这有什么呢 又不 今天损失十五分钟的静坐 无所谓啊 我起起十五分钟 本来要做一个小时的 我做了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我就起坐了 是吧 起坐那十五分钟 不做了我烦了嘛 然后我说老师 我怎么样能够 劫持到一小时 我怎么样能够 劫持到一小时 你没劫持就 我没劫持 然后我怎么劫持是吧 因为不重要 青年的就放弃 轻生的就放弃掉了 也业余的嘛 都是业余的大作嘛 虽然大家心思 但是说 我很想知道 我没有啊 生命的意义就在这儿 我准备看起本来面嘛 说是怎么说 但其实大家 其实始终修行 还是个业余的 就是觉得 在把人世间的很多事情 做好以后 我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行 因为你挂爱人世间的 得多实实的东西 但有一部分人是生存 为了生存 因为上游了下游 想要咬家糊口啊 但是其实蒙心自为 不管是我们没有 生存压力的 还是有生存压力的 这个修行 在你的生命里面 究竟在多重要的位置 我不是说 你一定要把修行 当成很重要的事 它再多重要的位置 就说明你能忍受多厉害的 这个修行 你能忍受多久 你能忍多少 为了修行 你能忍多少 那个程度 不管是腿疼 还是心烦 还是为了修行 放弃 放弃 就是说付出 你能付出多少 就决定了你是业余的 还是什么 你刚才能够还推荐了一个音乐 说是一个海潮音的 刚好一小时08分钟 如果你要听到那个呢 你刚开始你很散乱的时候 以这种音乐来作为一个音乐 因为音乐它是 刚好音乐完了 对 如果你的散乱 指令已经很好了 就是有的人修指观啊 修绝招啊 修这些力量已经满 有的人修了很多年了嘛 他静坐的功夫已经有一点了 就是说能静下来了就行吧 只不过他一直在我觉得范畴 我觉得我静了 我觉得我懂这种 那在这个技术啊 修耳根源吞的话 就直接听整个自然间的声音 你放下来声音蛮多的 我觉得也挺好 你只要静下来落在 落在你的身体 你坐下来一落坐 你只要停下你鼻子 停下你嘴巴 闭上你的眼睛 声音就会出现 没有地方没声音 在山里边也有 你主要就够近 蚂蚁在地上喘也很大声音 就是你没有那么清静而已 声音无处不在 你只要够近 你自带着声音 你会发现你的身上也慢 一会儿这儿响 一会儿那儿响 停滑滑滑滑滑 血液也在动啊 全身都在动 你足够近的时候真的是 但是就算在滚滚红城里边 啊 汽车 只要你想听哪种声音 真的针掉在地上 你也听见 那就是武林高手啊 那足够清静就够了 根本就在财定里边 足够清静就够了 根本还不算高人 就是啊 汽车在外边 但是你要听那个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你同样的听见 很小的就掉在地上了 但汽车声是汽车声 它是他的声音 完全能分割开 耳根清静就行了 不要带着我觉去 请我认为怎么样了 我认为那是什么 所以说先就破除 你要想成长进步 不管在修行里边 还是这个世界里边 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个 我也说我觉得了 但是我通过自己修学 就是先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但是工作是另一样 你该去哪干 就是在观点上 很多支界上 你要想成长 扩大你的事业 就是两个人 比如说我跟他去交往 他说咖啡很好喝 我说茶很好喝 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好吃 我说假如说这个 哪位是水波的 谢谢啊 放在这 然后呢 说这个很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 是吧 我说我从来不尝那些东西 知道吧 但是放弃 放弃你的观点 你要想成长就尝一下 尝一下 这个吃过 然后就是 日常生活就很多 放弃我觉得 你认为的 放弃我觉得 在餐厅里面放弃绝受 放弃你的时空的认知 你就会进入其他到众生的之间 你会突破三维 你知道吗 放弃我觉得 你会进入四维五维六维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放弃我觉得 你会变成他 为什么不活活 另外的感受呢 不要那么执着 就觉得 哎呀 你看南方和北方 有的人在一起 他觉得是这个清菜 这样做好吃 那个说那样做好吃 南北方 因为这个气候不一样 他吃饭啊 口感啊什么都不 去 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尝试 你就算忍着自己心里不舒服 你去尝试了那样进步不了 是你的不一定就对 你的不是真理 因为你是错的 放下自我的认知 而佛学呢 禅定里边直接把整个我的认知 人道的认知都放下 还不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只是放弃个人的一个观点 去接受别人的 就是听别人 然后去直接成长 但是在佛学修禅定的时候 把人力的观点放下 人力啊 人力的结果 觉得你认为这是物质 你认为这个是个是大 是个结果的 这些都有方向 但是靠什么放呢 不是坐在这儿观想 哎呀我放下 我放下 我无所谓 我不在乎 不是用定来放 用静 指定 依靠这些来放 并不是说用这些可以放下 是依靠你静下来 依靠你指 依靠你绝照力 依靠定力来放 所以佛法把这个叫破相 虽然这些依旨也是个假象 你说你就没有绝对的静 你怎么能静呢 你认为静下来 以人力的角度认为静下来 以人力的角度觉得定了 以人力的角度觉得在绝照 抽离在指 其实转来转起 就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遮探 你本来也是空定的 本来无我 有什么定啊 还有什么这些东西都看 到最后醒来的时候 说这些都毫无意义嘛 叫细漏嘛 所以 用这些佛学编了这一套法门 就这些定啊 指啊 绝照啊 观照啊 一手啊 脉龙啊等等这一套系统 一直这套系统 还有佛的真知见啊 你本来是什么 不是这个啊 不是凡夫是佛啊等等 依靠你不是六道 任何一道啊 无息无下 依靠这一套理论 来去就是说 放破相 放下三维的 放下四维的 最后放下十维的 最后进入你的圆满的空性 圆绝结结 然后你可以生气 收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